大家好,今天我们做不会有酥味的绵羊肉煲 要帮羊肉去除酥味 首先我们可以把羊肉浸在水中 然后洗走血水 洗净血水之后我们就要出水了 羊肉出水要煮很久,大概20-30分钟 煮至汤有香味为止 这时候我们可以准备配料 红萝卜一杯,香叶两片 我们可以放在高鸭煲中代用 然后我们把洋葱一个切成细丝 油1汤匙 再用中火把洋葱炒成金黄色 记得炒成金黄色,这样才够香的 变成金黄色之后,我们就盛起 放在高鸭煲中代用 大家看看羊肉出水出了多少防抹出来 过了20分钟,煮羊肉出来的味道开始变香 接着我们就可以把羊肉撈出来 还有面 raise zh 肉桂粉1茶匙 �ю黃粉1茶匙 姜黄粉1茶匙 薑粉1茶匙 巾粉1茶匙 滋 거지盐粉1茶匙 姜黄粉1茶匙 姜粉1茶匙 脂盐粉1茶匙 和肉拌均匀後炒香 炒香羊肉後 放在高壓鍋裡煮 加蒜頭2粒 然後加水蓋過肉 高壓35分鐘 自然是氣 煮好後 加蠻月梅乾1湯匙 蜜糖1湯匙 鹽1茶匙 然後用修汁功能修汁 喜歡辣的朋友可以加點辣椒粉 就這麼簡單 沒有酥味的羊肉煮就完成了 配上薑黃米飯 又健康又嫩身